四年前大概,大概是四年前左右 我的母亲呢,主要的症状有这些 第一呢,冬天的时候 鼻子邋遢,一直往下流 后来经过我的观察,就是往下面看 明显的有鼻息肉 而且鼻息肉还挺大 喘气的时候都有时候都在飞劲 这是一个症状 走路呢,拖地 不能喝一点凉的 吃个苹果,热水,烫一烫 大夏天呢,穿的衣服都要比别人厚 看到别人大夏天吃个西瓜 哎呀,那尝着不行 我妈怎么吃呢 拿开水把大西瓜,凉的西瓜 烫一烫,才能吃 稍微吃一点汤的 如果说你不烫 立马就会拉肚子 还有什么疼呢 颈椎疼 颈椎疼 浑身的不得劲 还有什么症状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你比方说偶尔的这个 有点头晕 偶尔还有点头晕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一晃头晕就晕 还有一点低血压 还有一点低血压 这个这几种病加起来 不少有五样的病房 我爸因为以前我在北京上班 每年就是打电话问的时候呢 中国的老人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什么特征 就是报喜不报忧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 因为妈打电话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挺好的,没事 现在壮龙牛 他只跟你说好了 他不跟你说不好 后来不疫情了吗 疫情了都三年啊 疫情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疫情第一年开始 没多久的时候 我们就 那时候工作就没了 然后我就 随着也大了 也想开了 不想工作了 想笑着笑着 我妈带我妈出去转转 后来 就住在一块了 我就发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后来经过 这个我弟弟跟我说 他每年都去外面看病 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 我妈妈在新疆 当时我新疆还有一些亲戚 也跟他远程看病 每年都花好多钱 每年都要进医院 但是呢 就是一会儿好 一会儿不好 一会儿好 一会儿好 你去看了就好点 不去看了 回到家之后 用不了 一个月半个月 有时浑身难受 这样病哪病 就花了好多冤枉钱 这是花了很多年 我虽然说很多年前学医的 但是我对我母亲的 真实的情况 一点不了解 后来那个 我跟我妈呢 那时候在山东 到山东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 那个 我弟弟 我爸哪个在新疆 我妈呢 在新疆和山东两个地跑 因为山东呢 还有我 我的家 我的弟呢 也在新疆 两边跑 我老爷那时候还都在 这两个跑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会去山东的 村里面的这个诊所 我的那个亲戚 也去治病 也是 时好 时患 就没有说是一年 隔三个月 最长三个月就得去一趟医院 不是这儿不舒服 就是那儿不舒服 不是拉肚子 拉 就是稍微吃一点 然后就拉肚子 又是颈椎疼 又是喘不上气 一到冬天 不戴口罩都没办法出去 吹得 吹得可能就得咳嗽 我说我妈 我说我 现在我知道了 我说我一定要给你把病治好 我妈说 你这个就学了两年医 在医院顶多就待了一年 就你这个小屁孩子 你这能把我的病治好 人家多少年的老中医 都没给我治好 因为我有一个 村上很多老中医 都给我妈治过病 在新疆也治过 我说那咱们走着瞧 大概三四年以后 不是 就是四年前 我哥妈治病之后 那个就是四年 大概四年了 我给他总共 大概调理了三个月 到六个月之间 第二个月的时候 才逐渐起的效果 我现在就是回想起来 有时候中医是混沌的 刚开始 你说这么多病症 拉肚子一样四五个病症 你说从哪个病 开始做起 这里面就是太复杂了 按照中国的 这个中医的范畴 这属于疑难杂症 你无从下手 而我现在 唯一要下手的是什么呢 要给我妈妈 就是不胃气 我光买生姜 大概买了几十斤 不下于三箱吧 一箱大概是十五斤 十五斤左右 不及几十五斤的生姜 买完那时候还怕坏 直接给他切成丝了 晾干了 基本上光生姜 大概喝了不到一个月 喝到什么时候为准呢 喝到这个舌头发丝 生姜当干时候 我妈那时候 大概差不多这么大一块生姜 最多的是两块生姜 切好了之后熬 加点糖 加点大枣 熬完之后呢 喝完之后呢 要割一般人 喝完之后 最少一身大汗 我妈没有 我妈还有一个症状 这是因为症状太多了 我这个时间太长 也忘了 酒喝不渴 特别喜欢喝热水 酒喝了一会儿 喝完肉 一会儿喝完了还得渴 一会儿喝完了还得渴 正常的咱们一天 表上喝三斤水 到五斤的摆开水 它得喝十斤 比别人要多很多 但是依旧还会很渴 先从胃气开始做 单独的生姜大早汤 都已经喝了 接近快一个月 喝完之后 就那个舌头 一点都不再发色的 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调 森林白煮散了 补冬一起玩了 输干接干 就是输干解气玩了 输干散 就是财户输干散 当时还吃了什么了 还用了一种外涂的一种药 这个鼻息肉 大概是两个月以后 给它治好的 慢慢这个鼻息肉也没了 还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汗蒸法 浑身 在这个汗蒸房里面 进行发汗 大概刚开始的时候 一个月一次吧 后来是 半个月一次 后来呢 那个时候 因为那背景是我母亲嘛 有时候后背够不着 我拿那个中国的搓 搓槽筋 搓得特别疼的那种 给它使劲搓 有的时候 外面都会留一点点小血丝 为什么 到以后我再给大家讲 因为 因为展开的来讲的话 这一个视频 估计得录 三半个小时录下来 总体来说我妈 浑身难受 浑身刺脑 一连串的疾病 这个我给他拿那个搓槽筋搓的 为什么要搓呢 就是大概讲一下 就是这个皮肤啊 是人的第二个肺 它会呼吸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案例 那么以后放到以后再讲 搓流血的目的 也许是有一点点放血的理疗 因为我妈虽然说血压的 这还不敢错很 就那么大概两个月以后 当然中间也吃了一些 比较错误的药 现在我回想起 有些药吃了之后 一点效果没有 尤其是个斯林白柱伞 斯林白柱伞 筋皮肾湿 一点效果没有 在第二个月之后 我那个时候 开始用泄法了 那个时候可能一个礼拜吧 焊一次 就用焊法 其次呢 一个礼拜呢 合上一天的 那个利尿 利尿剂 冬瓜皮 当时冬瓜皮也没上买 好 让我自己买冬瓜 买完冬瓜那个皮呢 自己去晒干 那几天 为了因为这个 不想浪费粮食 自己平时吃什么水果 那就是吃冬瓜 冬瓜串丸子 吃完了冬瓜的肉呢 那个皮又流着 煮一大锅水 当时我的用量 是特别精神 我自己我大概记得 那个冬瓜皮 大概能用到半斤 250克以上 直接煮一锅水 很多效果确实好 我妈 对我待在那段时间 明显的比以前瘦了 大概三个月以后 以上所说的这些 所有的症状 基本上都没了 连必需乳都没了 你要知道 说我是怎么治好的 我都不知道 我是怎么治好的 就是说有时候 这个中医吧 我是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 包括现在 虽说虽说越来越大 我就开始反思 就是中医 它治病的这个 这个逻辑 还是源于 我有这个中医基础理论 暮火土尽水 相生相克 这个理论